那你下一学期再上 我第一堂课一定会告诉你这一页 因为这一页是很基础的 第二堂课以后 就大家都一样了 就没有教同学的问题了 第二堂课 那老师上你的课那么多期了 这一学期跟上一学期也没有一样 这一学期的课跟上一学期会不会一样 一定有很多人心里会这样想 我的回答是 昨天的阳光跟今天已经不一样了 昨天的时间 昨天的现在八点半 今天有没有八点半 一样有八点半 对不对 可是昨天的阳光 跟昨天地球的纬度 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有利吗 看似表面是一样 事实上是跟着生活走的 我们是跟着时光光阴走的 所以我们都会来用品柜 好吗 所以课本二十页有讲到 简单保健自己的魂 每一个人都要很熟悉这几个穴道 然后你现在学了 你回到家 你有家人 小孩 有长辈 你要教他们也是最基础的 有很多人容易感冒 很多人容易 别人在咳嗽 很远很远咳嗽 明天你就流鼻涕 很多人的那种体质 就特别的虚弱 很容易过敏 这个都跟什么有关 跟你的免疫功能的基础有关 那免疫功能基础 要先从大肠说起 所以大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主要的穴道叫河谷穴 它是大肠经的圆穴 河谷穴 虽然呢 这个很简单 我们经常可能在很多的报导啊 都会听到河谷穴 可是如果你不会运用 栽跟栽就是不容易用的 河谷穴在哪里呢 河谷穴在这里 课本二十页我画得很清楚 我有一个黑点画在那个手的骨缝边 骨盆的边 我是挨着骨缝画的 对不对 河谷穴在这里 可是河谷穴不可以这样压 你如果这样压 你压了二十年 你就是认识河谷穴二十年 也是没有关注 河谷穴一定要这样压 这样压 看我的大脑子这样压 这样压下去 你看我这样压下去哦 要有感觉 要有感觉 好 河谷穴如果你压下去 胀胀的 你压下去非常的痛 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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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表情都不一样 河谷穴压下去很痛的人 代表你的头失去不清楚 头胀胀的 免疫力功能不好 容易过敏的人 眼睛酸涩的人 抵抗力不太好的人 河谷穴 所以河谷穴要这样压 到拇指 河谷穴的头手借我 这里叫河谷 这样的 有感觉哦 好 这里 这里 河谷穴要多久压一次啊 每天要压 压几次啊 压一次就可以了 一天压一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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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压一次 一次多久啊 几秒钟 三个温馨就可以了 第一个礼拜 你压河谷穴 好痛哦 第二个礼拜 你压河谷穴 还好 第三个礼拜 你压河谷穴 很痛哦 每天压一次 很痛的时候呢 在检查你的 别异 容易感冒的人 容易这个过敏的人 容易眼睛酸涩 头脏脏的人 河谷穴是第一个重要 先压 压到 什么情况 压到你发现 诶 你 白上课以后 你不容易感冒 诶 感冒慢慢就跟你无缘哦 无缘哦 我觉得很棒哦 虽然在疫情哦 那我们每个人都戴口罩 我们发现 现在感冒的人很少 也不是坏事耶 让我们学习哦 所以来压河谷穴 左手先压 压完压右手 那这个 偶尖啊 然后呢 每天压这个 会偶尖啊 好 偶尖只有两天 一次两次会偶尖 当天 左手压完压 左手压完压右手 来 确定哦 左手一定要先压 就是用你的右手压 左手 再来用你的右 左手压右手 一天压一次 啊 啊老师 一天压三次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啦 啊老师 我最严的耶 我一天 都在自己压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啦 但是有必要吗 你不会在演啊 对吧 你不会在演啊 好 好 而有些什么重要 只是让大家知道 它是大肠经 当你的肠气提升的时候 你的精神就来了 因为你的维他命B群 就会制造了 肠子帮你制造维他命B群 你的精神会很好 比你吃一颗维他命B 更有效 哦 是这样哦 是这样哦 是是这样 点穴疗法 是在那个几千年来 尤其在两千四百多年前 点穴时期 点穴 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经在告诉大家 点穴疗法 我们有这样的传统的 那个古书可以根据 文献可以根据 所以和谷穴 当你压起来是胀胀的 好 当你压起来是胀胀的 代表你的肠气有阻塞状况 有过敏的状况 你可能鼻子有过敏 你可能头胀胀的 思绪不清楚 你可能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 你可能排屁很臭 你可能免疫力很容易受感染 如果你压起来胀胀的 第二个 如果你压起来不胀 但是虚虚的 虚虚的是什么 这个压下去都好像没肉 这样软软这样 感觉没有压到肌肉这样 就代表你是贫血的 你贫血 你的血清素 你的身体的氧气不足 你的血氧不够 你的血氧不够 所以你是一个缺氧的 缺氧型的 所以和谷穴在检查 所以我们老鼠就告诉我们 教我们这很多西方医学 是很难理解的 在差不多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我不太会练脑 然后呢 我的孩子小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跟我讲一个网络一个 哎妈说妈妈 那个怎样怎样怎样 那个时候很小 我现在小孩都三十几岁了 然后他跑出来给我 我也忘了说 告诉他说怎么留下的 他就在我看了一个报导 那个报导是写着 西方医 西方医学的一些很厉害的 应该说很有名的一些医学者 他们说 奇怪 为什么这个 他们经过了调查 嗯 百分之四十八的 那个时候百分之四十八的 西方人 告诉他们的下一代 哎呦 我说说 百分之一 第一年是百分之十二 的西方人 告诉他的下一代 以后要看病 要找东方医学 在隔年 百分之变成百分之四十八的 西方人 告诉他的下一代 你看病你可以先去找把麦的东方医学 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说奇怪 啊我们要什么 要抽血才能知道什么指数 我们要验尿才知道有没有怀孕 啊为什么你们东方医学把麦就知道 甘指数不正常 啊然后身体的一些指数 然后还要还要这个这个这个 西方医学的这么麻烦的 为什么你们不用 你们就 磨一下 和骨穴 摆一下麦就知道了 原因在哪里 他们说你们一定有 东方人一定有藏什么玄机 嗯 你一定有什么样的器官 所以蛮多西方人后来来学中医 后来学中医 是有这样的领固的 是有这样的领固的 我相信现在往后这么的发达 会很会上网的人 在那边去找 可能应该找得到 现在应该找得到 几年前还不一定找得到 现在应该找得到 所以 从一些穴道 就可以知道说是有一些情况 有一些血迹 比如说 好多年了 这最近好多年了 什么心肌梗塞啊 还有突然间怎么样昏厥啊 然后急救都来不及啊 其实 那个都不会是临时发生 都是有征兆的 心肌梗塞之前的一个月两个月 绝对有征兆 这个人会突然倒下的前一两个月 绝对有征兆 一两个月呢 不是一两天呢 我说的是一两个月前 绝对有征兆 为心肌梗塞的人 他绝对是在一段时间了 超过一季的时间 一季是三个月嘛 一季的时间 他会觉得呼吸不顺 走心肌梗塞 呼吸已经不顺了 还在上班 不然要怎么 就是要上班啊 事情总是要做嘛 是 呼吸已经不顺了 我们都会大意 以为呼吸不顺就是这样 就是睡觉啊 不然就是 睡觉又睡不好啊 不然就是吃什么营养品 我们都会这样认为 以 东方医学的传统 告诉我们的经验 临床经验告诉我们 把这个淋巴系统 把淋巴的微血管拍开 让它破坏重建 它就会有通道就出来了 重新再造的一些血路 再造的新血路 就会有通道了 通道就出来了这里拍开 这里拍开 这里如果通畅的人 拍开的人 他呼吸很大白 疏气都很大白 他就没有担心这个问题了 呼吸一定要顺 随时都要让自己呼吸很顺 躺下去要很好睡 躺下去要睡得很多原因嘛 一个就是 要睡之前又在睡觉 要睡完一定睡不着 对吧 要睡前又在 老婆婆又在玩家 炒完一定睡不好的 因为你还在睡觉 很假的嘛 还睡不着 还睡不着 要睡前又在想才会有的 一定还睡 这是原音疾音 再来就是身体出状状 身体的循环形成代谢出状状 然后拿炭情也会很高 没有流汗 尤其冬天 冬天要不要流汗 更要流汗 台症都是怎么来的 不流汗的人 台前几年 不流汗的人 一定要流汗 想办法让自己流汗 好 刚好我讲到河骨穴 再来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 河骨穴腰丸 你一定要压一个周竹穴 周竹穴 从你的手 从你的手 就可以看出你的内脏迷移 你的手 你的手 你的手有转斑吗 你的手有转这样 不要 我做什么 好 应该就 嗯 就叫做什么 真贱吗 好是 我这是婴儿肥呢 我这是婴儿肥算不算 我生出来就这样 算不算 不是 但是 跟婴儿肥 跟那个骨 骨盖型的手 都无关 如果你的手 压起来 这样摸起来 感觉好像 都硬硬的 都感觉要不容忍 感觉都硬硬的 老师 从小就这样 我都比较少 所以我都要娶尾肌 所以我唱得更重要 跟这个无关的 无关的 你这是每个骨缝 每个骨缝都要通透 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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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为老化是莫伤 好 那我今天先教这个重点穴 中主穴 来 跟着我手这样 中主穴摸着这个点 好 拍我了 我今天要帮我一点点 好 所以带着 会开车又会协助的人 真好 我讲到这人 他就知道要拿什么点 好 好来 这里叫中主穴 看一下 我的工具是这样 鞋的进去 不是直的 鞋这样 鞋哪里鞋 鞋无灵直 所以呢 崭新同学 你把你的左手借我 告诉你正确的穴位 中主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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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主穴干嘛 通气 他是三胶筋 哈 有没有 感觉 哈 他会通气 大概三个呼吸 我们新同学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学期的第一堂课 我们要强调这个重点 帮所有的新同学 打好根基 下礼拜开始 我们就会很 很自然的 就是按着 进度走 好吗 好 中主穴在这里 中主穴 是三胶筋 为什么要压他 为什么每一集都要讲 压完合骨要压他 因为他是气的统筹 全身气的统筹 中主穴一压 你全身从头到脚 你的气会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所以有时候觉得 头好像有点胀胀的 有时候觉得一躺下去 胡思乱想 然后很想安静 无法这个 靠个呼吸还是没办法 你就把中主穴压一压 好 那人家这个时间 有没有规定啊 白天或晚上 随时都可以吗 随时都可以 想到就可以压 如果你压中主穴很痛 假如你压这个穴道 我刚讲大腸筋的核骨很痛 代表你的免疫力 对不对 如果你压中主穴很痛 你的气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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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一个健康的人 气洋血 气洋血 有气才会有足够的血哦 气 气哦 气是在洋血液的 气 气血气血哈 气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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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不够 气不够 血不到 但是血生气哦 足够的血力才会生更多的小孩 叫做气 所以叫做血为气之母 血是母 血是母的 气是公的 所以呢 气要赚钱来养血 老公要赚钱来养老婆 老婆 还要努力持家 要养小孩 小孩 小孩就有分 男生跟女生 儿子跟女儿 对不对 所以气洋血 血生气 血呢 跟气之间是很微妙的 每一公升的血液 必须要四公升的氧气 在我们体内 一个人如果 有五公升的血液 以我们女生都要有 一个大人 一个大人的身体 要有五公升的血液 女生哦 男生大概四公升 血液 因为 啊怎么这样 女生会怎么比较多 因为女生要 儲存月经排出去啊 每一公升的血液 需要有四公升的氧气 倍速哦 假如不够的话 就病了 就会痊愈了 所以气洋血 然后血呢 血氧精 血氧精 足够的血液 精才会软 筋如果不软 血不软的意思了 筋如果硬硬 老师我说筋都很硬 我说筋都很硬 筋都很硬 血不够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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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血不够 因为气不够 所以筋呢 氧气 筋就氧气 筋氧气 筋氧气 气氧血 血 再来养筋 再来养筋 它是循环的哦 是循环 所以当筋很紧的时候 代表血不够 血是由哪个气氧出来的 肝脏 肝藏血 因为肝必须造血 肝造足够的血 足够的血液 才能够养筋 所以肝煮筋 肝脏有问题的人 筋就很紧 所以如果筋很紧 经常都筋很紧的人 一直在处理果 结果就是筋很紧 我一直帮你刮沙拍打 一直帮你弄 你筋还是很紧 今天刮完明天还是很紧 明天刮完后天还是很紧 那根本不是要处理果的问题而已 处理果只是让你有暂时的舒服 源头在哪里 在肝脏 肝脏晚上必须要好好的造血 那肝脏要好好造血 一定要有个条件 你要让它早睡 让它安定 凝定 它能够早睡 它才可以养 制造很多血液来养筋 养筋 血养筋 筋 筋 是自然而然就会养气 因为筋如果硬了 它气过去 嗯 气是功的 筋如果硬就像这个水管里面 这个水管里面 这个水管里面 冰箱 煞不过 太硬了 筋越软 气就越足 气越足 血就越饱 血越饱 筋就越软 好的循环 相辅相成 所以 所以 当我们觉得 经常都在找人刮痧 一直 就是 处理不完的问题 这个时候 要考量 脏腑的问题 啊 比了内脏的肝脏出状况了 肝脏出状况 血造不出来 筋就会很紧 筋一很紧 就开始气不通 气不通 血就不足 就停血了 一只恶性循环 所以早睡很重要 还有 让自己晚上睡前 喝一点柠檬原汁 让自己安定丈夫的神经 通过喝柠檬原汁 安定丈夫的神经 绝对会让你的 第一个 你不会有胃腌瘤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这个时代太多人 会有胃腌瘤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年代 大家都 都 吃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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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延伸的问题很多 肥胖 不只肥胖 一定有胃腌瘤 我们人体 吃东西从嘴巴 吃到喷门 到了喷门 你东西一进来 咬碎了 喷门一定要打开 喷门打开 喷门打开 胃一接受到 噢 喷门你都开门了 好东西进来 我接那 就开始受那肚子 就开始噴腔酸 一开始在噴腔酸 两个小时都还没到 你等下给我吃一个饼干进来了 他正在噴腔酸 你饼干一进来 他就会不小心就会 那个强酸 就会跑出去喷门之外 一跑出去 就会酸瘤 所以要休息 一天不能让喷门 开门超过五六次 假如你是一个 慢慢发现到说 减少你的 什么细胸 细胸不要吃 你会有没有 还要吃细胸 还要吃细胸 还要吃一口 小鱼干还吃一口 还要吃饭 还要吃一口 还要吃一口 都会做成这样 少量多餐是胃酸利油的原因 少量多餐是胃酸利油的原因 为什么 没有两两斤 你就要吃一口 喷门就会打开 他现在开始 振在努力 为振在努力 噴腸酸 振在腐蚀 的东西而已 你再吃东西 喷门就会打开 生生的喷门就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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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没效忍 喷门都没效忍 一定会算利油 不然这样而已 不然这样而已 不然会算利油而已 身体行都走样 行都走样 行都走样 怎样走样 你说老师 那年纪大小时走样 哎呦 不要那么够狂 对吗 我们就不要那么够狂 就有一个年纪 没有吃东西 人生的很快乐 是 就不要那么够狂 我运动就好了 我才运动就好了 你做你很运动的人 然后你这样 吃吃吃吃吃 你想我 我的学营养学 我现在知道 什么营养 对我说 我就你两个小时 给他吃个什么 或者一个小时 来吃个什么营养品 两个小时之后 我来吃个什么 什么 我跟你说 也是营养律 营养律 营养律 如果没有 没有自治下来 最后结论就是未溃疡 就是这样的 所以 整个环境里面 你看多少年轻人 都在营养律 你看多少 退休人 没台没钱 都英男人 在营养律 为什么呢 他就去看评 他就说 你因为 你少量多餐 一千万 一次我吃太多 就常常 腰就吃了 腰就吃了 百分之百 胃酸逆流 跟我讲的是不一样 我是讲真心话 我是说真心话 这叫临床的真心话 因为你的喷门都没效忌 喷门没效忌是不可以 好 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还有一个 穴道一定要讲完才可以下课 叫做后膝穴 后膝穴在这里 后膝穴在这里 你看我拿这个工具 这样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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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什么 哈 老师这是骨头 对 骨头沾绵着筋 这个要下去 好 你如果刚才来说 老师 我感觉这个骨头 电影没效忌 跟我们家同样 我如果进去 我感觉电影 我开心电影没效忌 等下你这个 你如果打完之后 你说哇 这是 谁把电灯打开 对吗 谁把电灯打开 后膝穴 后膝穴 后膝穴就是你的眼睛明亮的 眼睛明亮的穴位 这是一个原理哦 老师这是什么管理啊 是让它后膝穴打开 眼睛会变亮啊 它刹那间 冲出你的血氧量 一定是左手啊 左手先 右手也要用 左手用完用右手 有些人 这个眼睛永远睁开 都永远觉得不够 不要觉得披震 披震 我把你当做新同学 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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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没有 我有没有 我新同学 来 你也新同学 10年了 10年了 10年以前 以前10年都来小课 10年以前来小课 好 来 后膝穴是什么 小肠筋 小肠筋的这个 后膝穴哦 什么功能呢 如果你是一个 心脏血液 悔圈 打不上眼 代表你的小肠是无力的 小肠吸收是不良的 所以 当你觉得常常眼睛都觉得 嗯啊 环境都暗暗 感觉眼睛都不明亮 已经戴着那个老花眼镜 就跟就就就就 放大 感觉都很暗 代表你身体的脑血 那组织啊 血液组织 血液组织 供应 四神经 不够用 不够使用 血不够 心中的血不够 小肠子不够 营养吸收 啊 啊 我都讲说 怎样 这么大口 那个营养不吸收不好 有人会这样说 老师我已经很胖了 为什么营养吸收不好 哈 那个叫退化 没关系 保养他就好 哈 压一压 好 换这边压一压 揉一揉 揉一揉 刺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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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这简单 这三个穴道 河骨 中足 后膝 他已经对你的上半身 有很大的开启作用 哈 下礼拜我会跟大家 谈到 哈 为什么道家传统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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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 哈 他们会谈到 上面是心神 上有魂灵 下观人 上有魂灵 下观人 先进主 上面有心神啊 心脏 下观人 哈 就是你的下部部 你的官员跟上面的心神没有通道的话 你是没有思路的 哈 所以今天把这三个穴位呢 让新同学可以带回家一个礼拜 好好的研究一下 好好的研究一下 自己按一按 哈 那没有工具怎么办 不要紧 哈 没有工具 来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你这个骨头啊 硬的啊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随时都可以做 随时都可以做 哈 希望对旧同学也有复习的作用 然后对新同学 会有不同的层次的收获 哈 好 总是要练习 实际的做 你一定会改善的 好不好 好 希望在你学期之间 你的身体的健康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好 我们今天要上课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见好吗 谢谢大家